2011年初卸任的奥巴马,退休生活过了快两年了,期间他一直比较低调,美国媒体也比较少报道他参与的公共活动。 但是这两天,穆叔注意到这位57岁的前总统却显得比较活跃,原因很简单,中期选举还有两个月就要到了,奥巴马此时出身目的有二,第一是为了民主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,第二是试图能够推翻特朗普,或者哪怕是报仇。 当然所谓的推翻特朗普或者报仇是穆叔,根据他的一些表态做出来的判断,该有玩笑的意味,其实对特朗普也好,奥巴马也好,中期选举其实是一场生死战,非常严肃,如果民主党占优势,特朗普命运多成。 反正,民主党将已决不振,至少在下届总大选前,特朗普所向无敌了,穆叔注意到,连续两天,奥巴马都在马不停蹄的为民主党站台,9月7日,奥巴马来到伊利诺伊大学乡斌微笑,在此和学生们见面时,呼吁他们支持民主党人。 他甚至用比较严肃的话语说,现在比以前更加事关重大,任何一个人袖手旁观的后果,都会变得更加严重,虽然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,但是谁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情,也就是特朗普的各种政策,在美国社会产生的分裂,其实奥巴马还是比较有底线的,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评价特朗普,特别是没有提到特朗普的不好。 不过他总是暗示或者指缩满怀,这也让特朗普心里不满,此前特朗普有意无意的就把奥巴马当作发泄对象,说他的前任做了很多错事,他就是要纠正。 在伊利诺伊大学乡斌奔校,奥巴马提到了特朗普,但也只是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,说他只是在利用政治人物多年来煽动起来的不满情绪。 但这句话也被美国媒体多次报道,似乎给人一种奥巴马对特朗普不满地的景象,因此有人去此询问特朗普如何看待此事。 特朗普似乎对讲话不屑一顾,在北达科特州的筹款活动中,他对支持者说, 我看了奥巴马那次讲话,但我睡着了,9月8日奥巴马又来到加州,支持当地民主党人进选,他依然呼吁所有人都去投票,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政治现实。 奥巴马最近显得瘦了,头发白的更多了,也显得更老了,但似乎还是挺精神,而且依然是演讲专家的范儿,评论别人还是很得位的。 特朗普,特朗普,好像不直接提到他的名字,但有点骂人不带赃字的意思。 比如他说,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一个人,也不是富有的政治支持者,而是大家都对政治莫不关心,显然这里的一个人指的是谁? 大家也先知肚明,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意味着什么,奥巴马这样暗中讽刺特朗普,确实很拼,原理木书之前也提到了,如果这次中期选举,民主党人不能掌握多数席位,那么无论奥巴马还是其他民主党政客,都会觉得美国没有希望了,因此一定要在中期选举拼命,最好能推翻特朗普。 当然就是用谈和的手段,否则民主党的出头之日,可能要推出好几年,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则似乎信心满满,9月8日,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共和党的选情不错,民主党人没办法在中期选举获得优势,不过木书认为,中期选举可能产生三个结果,特朗普也好,奥巴马也好,目前都只能努力, 同时等待,因为谁也不能准确预期未来如何,这三种结果是,第一,如果中期选举不放一席改选后,民主党人获得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,特别是如果能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话, 民主党人完全可以发动弹劾案,而且弹劾案通过的概率不小,这应该是奥巴马最期望的结果了,特朗普不仅被调了奥巴马时期第一核协议,还被调了奥巴马第一改案,实施了奥巴马没能实施的减税计划, 同时,不顾民主党反对,严厉禁止非法移民,还要在边境修建美国墨西哥边境墙,这些行为应该让奥巴马和民主党人,早就看他不顺眼,如果能获得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话,不谈和他就怪了。 第二,如果中期选举不放一席改选后,民主党人没能在参众两院占多数,而且针对通俄门的调查也毫无进展的话,那么特朗普有惊无险,继续做他的总统,民主党人只能制约他,没办法一定将他弹劾下台。 第三,如果中期选举不放一席改选后,民主党人没能在参众两院占多数,但是特朗普的所谓, 通俄门,调查有了特殊进展,以至于共和党人都看不下去了,要赶快和他结歌的话,那么特朗普也会下台,因为虽然民主党人没有共和党人,在国会比一些多,然而如果特朗普真的做了很多违背美国总统基本准则的活动,那么共和党人绝对不可能继续维护他,毕竟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,特别是在劝凿的证据面前更少。 是如此,但是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通俄门的调查,你如何看待奥巴马与特朗普的隔空PK?欢迎关注、交流。